水培花会引起热潮的关键原因 就在于它打破了人们传统的认识 植物离不开土壤 这种技术呢 那不但可以让简单的景天科天南星科百合科植物生长在水里 甚至连一些木本植物和仙人球等很难在水中生长的植物都可以无土生长 那实现这一神奇转变的关键就是水培花会培育所依赖的核心技术 植物飞饰管快繁技术和植物水生诱变技术 水培花会生产一般要经过催根和诱根两个过程 即实现植物水生根系的生成和水生诱导 这两项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使植物原来根系的组织结构生理性状发生变化 逐步具备对水环境的适应性 最终诱导植物生成能够完全适应水环境的水生根系 达到植物在水中生长的目的 要利用植物水生诱变技术和植物快繁技术进行水培花会生产 一个标准化规模化工厂化的水培花会培育基地 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水培花会生产基地主要由建立在大棚里的植物快繁苗床和水生诱变苗床组成 它们是水培花会生产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保障 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两个系统 植物非试管快繁苗床系统 就是通过计算机主导控制的一系列外围设备 为植物创造一个最适宜生长的温光气热养分环境 完成植物的催根过程 整个系统主要包括 微喷迷雾系统 由管道、微喷头、水泵等配件组成 通过微喷迷雾为植物保持叶面水分平衡 保持苗床机制和空气的湿润 营养补充系统 由营养池及营养补充水分组成 其管道与微喷迷雾系统管道共用 主要是通过叶面追肥 为植物补充更多的矿物质营养 更有利于植物快速生根 人工光照补充系统 由植物生长灯组成 通过具有特殊波段红光光谱的植物生长灯 为苗床补充光照 起到打破植物休眠 促进其生长的作用 更有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 加温系统有多种方式 如北方的日光温室 以及利用热风炉加温或电加温等 主要目的是满足植物初步生根 对温度的要求 高压电厂处理系统 由电厂网高压直流静点发生器组成 在可调控的高压直流静点发生器的作用下 在植物周围形成高压电厂 加速植物对水分营养物质的吸收 从而更有利于快速生根 并且十万伏的高压直流电 还能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 避免病虫害的滋生蔓延 磁场系统 由永磁铁组成 铺于苗床的底部 主要是为苗床环境 创造一个磁场环境 使水的溶解度及渗透性加强 有利于根系对水和营养液的吸收 二氧化碳强制补充系统 主要由二氧化碳发生器和输送管道组成 可以为植物提供充足的碳源 更有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 植物水生诱变苗床 以完成植物水生根系形成为目的 即完成水培花卉生产的诱根过程 苗床由四个同等大小的右便池组成 池内宽、长、高为1.2×30×0.25米 右便池底部应做纵向倾洁 并在最低点安装出叶口 四个右便池水位的溢出口 最终汇入一条主管道到储叶池 使营养液能够排出与循环 每一右便池应配备供养泵、电磁阀各一台 四个右便池建立与主控计算机相连的 总循环泵、补水泵各一台 根据右化的植物种类 在池底每平方米摆放永久磁化块3到6块 右便草本植物时需要3块 右便木本植物时则需要6块 在微喷头下部和池底分别铺设高压静电正负电网 一个标准单体棚 应每4平方米安装植物生长灯一盏 对称均匀分布 并按1.5乘2米的方式 安装稍低于生长灯20厘米的 纸滴漏雾化微喷头一支 生物诱导剂是用于水生诱变过程中的一种生物诱变素 它是用来对植物切口部位的根源基细胞活化、催化、诱导 促使根源基细胞迅速分化、形成一次根系 首先将一克诱导剂溶解至95%的500毫升酒精中 轻轻摇动使之溶解 再用两桶把以溶解的诱导剂原液倒入容器 以水稀释 稀释的方法是一份原液加三到四份水 一般使用的浓度是400到500ppm 需要注意的是 生物诱导剂使用过十次左右就必须全部更新 为防止病原菌对材料伤口的感染 必须使用杀菌剂 杀菌消毒液一般采用多菌磷或百菌氢 制成500到1000倍的溶液 或者使用0.2%到0.5%的高蒙酸钾溶液 在诱根过程中 诱变池中的水生诱变营养素是诱导完全处于水环境中的植物 形成水生根系的关键 它通过提供植物生长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促进植物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和生长 因此 营养素的配置是非常关键的 诱变营养素的主要成分包括 矿物质营养 维生素 氨基酸等 第一步 先将水生诱变营养素中的钙源945克溶解在20公斤的水中 加水至450公斤 第二步 将另外的矿质营养用20公斤水溶解 倒入容器中 加水至1000公斤 配置营养液时 必须将矿物质营养中的钙源与硫酸盐 磷酸盐按一定顺序配置 以免产生沉淀 完成了苗床建设和诱导剂 及消毒液的配置后 就可以开始水培花卉的生产了 水培花卉生产的首要环节是植株的培育 就是要培养出有一定造型及观赏价值的成品植株 植株有三种不同来源 分别是由种子培育而成 由枝段培育而成 和直接选用土栽成品花卉 然后根据不同来源的植株 分别在快翻苗床和诱变苗床进行催根诱根 或者直接进行诱根 植株来源的不同 决定了水培花卉的培育方法也不相同 第一种方法是从种子开始培育 以万寿菊为例 用花盆装上珍珠盐 珍珠盐具有保湿透气性好 无菌 比重轻等优良特性 是进行植物栽培的一种良好材料 在珍珠盐中间挖一个小孔 放入种子 盖上珍珠盐 然后把花盆放入快翻苗床进行催根 大约15天左右 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长成小苗 催根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再将小苗移走 放入诱变苗床进行诱根 十天以后 小苗已经长成完全适应水环境的成品植株了 水深根系也完全形成 下一步就可以装瓶上市了 采用这种方法相对成本较低 操作流程简单 但培育周期较长一些 第二种方法是从枝段开始培育 以金银花为例 先将一段枝叶剪下 再进行分段 一般剪取有两个芽的枝段 然后将枝段树里放进生物诱导剂中 浸泡30到60分钟后 把枝段放入快繁苗床进行催根 将枝段插入苗床的珍珠岩机制中 要注意叶片不要重叠 经过20天的催根后 枝段已经长出出生根系 这时候再将生根后的枝段移栽到花盆里 花盆下面要放一些珍珠岩 能起到更好的透气作用 上面放少许的雨花石 达到美观的效果 然后把花盆转移放入水生又变苗床进行诱根 大约一个月以后 已经长大的金银花 已经完全生成水生根系 就可以装瓶上市了 从枝段开始培育的方法 使种苗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 同时与种子诱变一样 培育过程都是在高湿环境下进行 容易实现水生根的培养和诱变 第三种植株来源 是直接选用已经成型的土栽花卉 由于种类不同 草本和木本花卉的培育又略有不同 草本花卉的培育过程以斑马为例 首先拍松花盆中的泥土 使泥土与花盆分离 再把泥土冲洗干净 对于工厂化生产来说 配备高压喷枪洗分 是提高水培花卉工具流程操作效率 以及实现集约化生产的地备设备 有些花卉个体庞大 分支较多 就要进行适当的分支 然后再用剪刀进行去根处理 剪掉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一左右的土生根系 去掉所有的烂根 把切口剪平 去根时要求剪刀锋利 切口平滑 去根后要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把植株放入消毒液中浸泡消毒 大约十分钟左右 再放入生物诱导剂中浸泡几秒钟 由于斑马属于容易实现水培的品种 可以直接放入水生诱变苗床进行诱根 用泡沫把植株固定在右边池上 要注意将切口部位刚好接触水面 使它们漂浮于右边苗床上 然后开启水生诱变计算机 就可以实现水生根的诱导了 对于榕树、铁树等较难水培的土栽木本植物 必须进行催根处理 首先把榕树根部的泥土冲洗干净 用剪刀剪去土生根系 放入消毒液中浸泡十分钟 再用生物诱导剂浸泡五分钟 然后放入快繁苗床进行催根 二十天以后 将初步生根的榕树装入花盆 花盆里装入珍珠盐固定好 再转移到水生诱变苗床进行诱根 可以在花盆上放少许的雨花时做装饰 以备诱变完成后装瓶 铁树的培育方法与榕树大致相同 不同的是 由于铁树个体较大较重 在放入水生诱变苗床时 需要用泡沫固定好 注意留二到三厘米的根系在水面以上 作为透气层 对于仙人球类的有四植物 操作时需要准备专用的夹子和手套 防止手被刺伤 先冲洗根部的泥土 然后要去掉所有的土生根系 放在阴凉的地方 把切口晾干 仙人球不需放入消毒液和诱根剂里浸泡 可直接放入快繁苗床中催根 15到20天以后 再移到水生诱变苗床诱根 选用已经生长成型的土栽花卉进行水生诱变 诱变周期相对较短 但去除泥土及原有土生根系的过程较为繁琐 并且原有植株的栽培成本较高 除了少量容易水培的品种外 无论采用哪种植株培育方法 水培过程都必须经过催根和诱根这两个重要过程 而这两个过程又都是依赖于计算机的精确控制 为植物创造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和诱变环境 催根过程是在植物非试管快繁技术体系提供的智能化苗床上实现的 快繁苗床有一张模拟植物叶片制成的智能化电子叶片 它是实现这一技术的核心元件 通过智能化叶片感应出当前苗床环境的温度 湿度 营养液浓度 光照 二氧化碳等各项环境参数 然后将参数反馈给植物生长模拟计算机 由计算机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后 适时启动连接的水泵 电磁法等外围设备 对苗床实行环境的最优化的自动调控 才能够使植物实现快速生根 植物的水生诱变阶段 也就是诱根的过程 也是在水培诱变计算机的控制下 使植物逐渐适应高氧到低氧环境 高氧分到低氧分的缓慢梯度变化 最终生长部可以完全适应水环境的根系 完成了植株的诱变阶段后 就进入到了水培花卉制作装瓶的阶段了 水培作品制作是把已经诱变好的植株 装配在大小合适 以植株色调造型搭配相宜的玻璃瓶或者陶瓷瓶里 形成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在进行这个环节的制作时 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辅助的材料 像填充装饰用的珍珠盐 彩砂 雨化石 清水和瓷铁等等 我们一块去看看是如何制作的 水培作品的制作可采纳三种方法 定植杯定植法 直接泡根法 水晶泥固定法 定植杯定植法 首先进行植株根部的清洗与修根 洗去根系表面附着的杂物及粘液 有利于呼吸代谢 过长或根量过大的植株 要进行适当的剪裁 用剪刀剪去变色的根系 与过长的根系 选择口径与定植杯相符的花瓶为容器 往瓶内放入少许雨化时 增加美观效果 在瓶中加入瓷块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滴管抽吸护理浓缩液 加入已装水的花瓶珠 一般加入三到五滴 如果要进行花鱼供养 可放入二到三条金鱼 把带定植杯的植株装入花瓶 要注意使根系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入于空气中 形成良好的通气层 以利于根系吸收氧气 最后用喷雾器喷雾液片 就是往显雾液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